大雪过后气温骤降 虽然天气情好 可是石清华校长却一筹莫展 因为过冬的煤还没有着落 石清华是北京通州关爱学校的校长 在这里生活的一百多个孩子 有的曾经是流浪儿童 有的是孤儿 还有服刑人员的子女 大的不过17岁 小的才4岁 今年的冬天来得早 外面太冷 喜欢玩的孩子们就把游戏地点搬到了屋里 按照往年的估计 石清华的学校还需要80吨的用煤 天气越来越冷 又缺少资金 实在是有些发愁 学校的五个锅炉 现在只有一个得冒烟 节约再节约 这是他能想到的最现实的办法 天气冷的时候 我们只保障了两派孩子住宿的房间 有一些冷气 把一些分散的孩子集中在一起 我晚上睡觉还冷 我用热水瓶无被子 从9号开始 雨雪降温 冷空气从北往南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北方暴雪围城 山西河北等地降雪量都超过了历史最高值 关爱学校所在的北京通州 气温也骤降到了零度 而在千里之外的南方 寒流也带来了十几度的大幅降温 阴雨下的广西南宁新虎小学的教室里 温度只有五六度 新虎小学是一所专门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 和滕灵宴一样 上课的孩子们大都还穿着单衣 脚上套着的也是春秋季节的单鞋 孩子们的父母大多是农民工 大人们每天都要为生计奔波 而懂事的他们也知道家里的艰难 在冬天里面有一件衣裳面鞋 有一件衣裳裤子 十一月迎来的大范围雨雪天气 已经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交通堵塞 菜价上涨 一些企业停工 出租车排队加气 然而在这个寒冷的冬日 还有一些更需要关注的人群 他们可能是蔬菜大棚被雪压垮的农民 可能是教室里这些缺少冬一的农民工子女 也可能是那些孤单无一的独居老人 提前到来的风雪 对他们而言意味着更艰难的生活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